好 明老师刚看到 这个美国内部的保守派 现在是抨击拜登对中国太软弱了 但是中国过去两个礼拜以来 从南海 台海 乃至于中俄的军事老日韩 事实上是在拉高军事冲突 在这个香格里拉会 上面双方有点降拔弩张 就现在美国又放出消息 说布林肯要去访问中国大陆 当然我们过去讲 我们说美中关系 它当然是一个逐步往下滑的过程 但是过程会有起伏 也就是有的时候好一点 有的时候坏一点 有的时候坏一点 但整体你若从把时间拉长来看 它是往下走的 但在这个阶段 就是布林肯到底要不要去访问 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想先回到我们前几天 不是谈到香格里拉会议 香格里拉会议 其实它蕴含的东西非常丰富 我们今天把第二部分把它谈完 这样各位就看得比较清楚 香格里拉会议除了 我们上次谈了几个重点之外 我们另外还可以挑了五个重点来谈 第一个重点就是 双方对于这个所谓中共的 不专业的拦截行为 到底怎么理解怎么诠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双方对南海的这些摩擦 怎么看 第三台海问题的摩擦 第四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 然后中国怎么看 最后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 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面提了一个观念 不是新观念 但是把它拿出来再提示 其实值得我们重视 因为这东西 中共提出了一段时间 现在一而再再而再拿出来 表示说他们相当重视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专业的拦截的问题 我们这个前天也就谈到说 这个飞机跟军舰中共怎么样不专业的拦截 当然美国方面非常生气 美国觉得说一方面是挑衅 二方面这的确有点危险 因为万一插枪走火怎么办 美国在意的就是你这样搞的话有危险 所以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护栏 不要插枪走火 但中共恰恰好就是玩这件事情 我就是玩战争边缘政策 我就要玩到插枪走火边缘 我逼你去让步 好 所以这个上次我们解释过了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你们是抵近侦察 然后李尚福说你是航性霸权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你中共这几年来 你的战略姿态太强硬 然后对外扩张性太凶 逼使到大家不安了 所以大家才有抵近侦察 李尚福说我们飞机军舰 从来没开到别的国家去乱架 你仔细想想看过去几年来 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外海 就发现过中共的这个军舰 加拿大在Nova Scudia外面的 也看到中共的军舰 然后你这边才讲说 中国跟俄国的军机 然后又骚扰日本又韩国 李尚福在说什么 什么叫我的飞机 这个飞机军舰 没有到别的地方去 去什么航行霸权 或抵近侦察 你一样有干这个事 所以中共经常讲的话 跟做的事情 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要认真听他讲话的话 那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玩了 所以这第一个 这不专业拦截行为 还会继续下去 一定会继续下去 因为这个游戏说我们还会再玩 玩到下一次出事为止 因为中共就要完成边缘政策 逼使美国让步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南海问题 当然美国方面很不高兴 奥斯汀不断强调 南海我们继续跟我们的盟友 跟伙伴 请给我听说 盟友跟伙伴 对他来说 像菲律宾 日本 南韩这些是盟友 台湾这些国家是伙伴 因为我们不是同盟关系 但我们是伙伴关系 他说我们对盟友跟伙伴 要维护航行跟飞航的自由 然后他强调了2016年 这个国际法所裁决的 这个九段线不合法的问题 在这问题上面 当然中共非常不高兴 因为中共长期以来认为说 这个九段线是合法的 他们也从来不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问题上面 双方基本上是各说各话 比如说这次参加会议的 这个联参的副参谋长 景建峰就讲了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美国持续插手南海问题 动辄派遣先进的战机战舰 到南海去挑衅知识 他讲你们挑衅知识 但他完全忘记了 你说我不化交为党 然后我不会军事化 我不会内豪 你现在全干了 然后现在呢 人家来抗议的时候 你居然只说人家的不对了 好 双方在南海问题上 还要重要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 这次奥斯汀讲的话 比较在重一点点 虽然过去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他说台海冲突 它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毁灭性的 这词是非常重的词了 它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关乎全世界 对整个世界都有益处 特别牵涉到商业航道的问题 跟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都取决于此 这话已经是美国讲了几年的话 有趣的是台湾很多人还在讲 美国就是要把台湾 推上去当炮灰什么等等 你们完全读不懂 美国人在说什么东西吗 你真的就听中共的宣传 听得这么顺耳吗 中共说什么 就乌鸦学生就照讲一遍吗 你仔细看看人家说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至少你说的东西比较准确一点点 所以台海问题上面 双方又是各说各话 第四问题 美国之后提出 我的印太战略是什么 阿斯汀很清楚 把印太战略再说一遍 我们美国跟我们的盟友 要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也取得巨大的进步 有越来越多的印太国家 因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未来的愿景而走到一起 这是一个所有国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 自由发展的地区愿景 没有胁迫 没有恐吓 没有欺凌 这话讲的是非常针对性的 我们致力确保每个国家 能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跟航行 而这种活动是合法的 为什么呢 它是在一个有规则的 跟有权力的世界里面 建立的这么一个印太愿景 好 那这个愿景呢 它又在强调 有一些关键原则 尊重主权 遵守国际法 透明 开放 商业跟思想的自由交流 人权跟人的尊严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 都有平等的权利 但是这个景建峰批评 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说 你们是在拼凑了一个四边机制 三边和安全伙伴 然后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 挑起对抗 没有错 是意识形态 因为你就在意识形态上面 挑战国际的嘛 恰恰好就是 因为你在意识形态跟价值观上 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跟现存的价值观 所以大家在他们划线来对付你 那是完全应该的 因为你共产主义从一开头 就是要推翻跟你不同的意识形态 跟价值观 所以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 但真正重点在哪里呢 李尚福讲了一段话 到现在为止 我注意看一下 国际媒体没太注意 但他这个话呢 其实核心 李尚福说 我们要希望能够 跟这个世界各大国呢 尤其跟美国建立一个 新型大国关系 这个话其实出来呢 认真说已经十年了 十一年了 最早出来什么时候呢 2012年2月份 2012年2月份 全世界才知道习近平呢 应该要接这个党的总书记 他那时候还没接吗 11月份才接嘛 所以2月15号呢 他先来一个这个 就职前的一个旅行 先到美国去下 美国也非常高兴地接待他 那时候还爆发王立军事件呢 对不对 美国非常高兴接待他 因为美国认为 认识中国的未来领导人 对我们美国跟中共 跟美中之间关系呢 非常重要 所以很高兴接待他了 然后习近平提出来 新型大国关系 做了简单的阐述 美国听了 很礼貌地听下去 很礼貌地回应 但是没有完全理解 9月之后呢 18大召开了 然后习近平上台了 新型大国关系 正式纳入政治报告 然后在第二年的六月份 在加州庄园会议上面 习近平当面跟欧巴马讲 讲了三个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 然后我们之间 进行什么样的合作 我们之间要怎么样 来携手合作 三大问题 欧巴马当然打得很客气 然后习近平进一步讲 中美两国走出一条 不同于以往的 大国之间的道路 什么叫不同于以往呢 以往的大国之间呢 会冲突 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冲突 好 那怎么不冲突法呢 大概这十年下来 中共官方慢慢慢慢说 我们整理出来四大重点 第一重点 历史上面呢 心心强权 跟既有强权之间呢 常有权力斗争 中共希望 取代自己和平共处 跟合作双赢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 历史上面 心心强权 跟既有强权之间 会有战略敌对竞争 那他们希望有 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 从战略怀疑 相互为 转变成为相互理解 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建立大国之间的 相互包容跟共融 彼此尊重 彼此的社会制度 跟发展道路 尊重彼此的核心力 跟重大关切 好 最后一点 大国之间应该相互 扩大项目合作 妥善处理分歧 然后共同推动一个 有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 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常常讲 中共这些东西 第一它作文非常好 第二呢 你如果光听的话 有时候你感动得会流人泪 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不做呢 对 当然有道理急了 对不起 我翻腾白话 翻腾白话就是 我现在中共要崛起了 你不要挡我 你不要打压我 你不要搞意识形态对抗 你不要搞家族观对抗 当我力量不够 我就这么说 但当我力量够 我一口把你吃掉 它向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美国也不是 没有人看懂这个话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几天来谈 这个奥斯汀 跟李尚福的讲话 奥斯汀在做一件事情 第一 几乎有点低声下气的 跟中共讲说 咱们来接触吧 咱们来对话吧 你不要这样子了 我们对话总是比较好的 否则有点危险了 否则你这样子 不太在意我们之间的 危机管理机制 这有点危险的 所以美国就想要建立护栏 好 那李尚福在说什么呢 李尚福说 你要和平稳定对不对 可以 照我的条件来 就和平稳定了 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条件 那咱们就没有和平稳定 所以他话翻成白话就是 奥斯汀谈的是 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护栏 建立一个机制 那中共谈的是 我开出条件了 来 你来配合我 相向而行 我们过去讲过 中共讲的相向而行 不是我们两个都调整航道 然后相向而行 而是我继续往前走 你调整航道对我而来 这叫相向而行 这我再说一次 中共力量不够的时候 向来这么说的 力量够的时候 脸一翻了就完全变了嘴脸 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香港了 这50年不变 或者说中英联合声明 就是这样签出来的 当他力量不够的时候 他还需要香港 对国际做一些招牌的时候 他就低声下起来做了 但一旦够的时候 脸一妈呢 完全就变了个人 那你今天拿来怎么办 所以现在美国就学到看懂 他说 李尚福的回应呢 是伪散 是伪散 是你讲了很多很漂亮的话 对 他说中共方面呢 最大问题就是言行不一 我中国呢 他说我观察了这么久 说了很多对的话 但是没有做对的事情 哪一天 你说你做的事情 跟你说的话 真的吻合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再认真看待你 那时候呢 才油尾油尾尾 我们稍后回来 稍后回来 我现在看不过去呢 我看不过去那里